宜蘭慈濟志工 老老少少 带著看板要去坐火車 南澳是第一站 感恩捐贈者的加入 更欢迎未加入的您 一起加入抢救生命 在世界骨髓捐贈者日的这一天 号召大家来参加咽血活动 支持造血干细胞捐责 一路从南澳往北走 罗东 宜蘭 郊西 投城 总共五个车站 邀约游客来签名支持 捐责者黄秀凤从车厢里 讲到车站外是最佳的代言人 只要抽10cc的血就可以建档 让这五万多人 这五万多人有血液疾病的朋友 有机会可以成功 然后你们就可以去救他们 小孩子也很用心 跟着大人卖力宣导 每一站停留的时间有限 却都让原本匆忙的过客 能够不错过救人的机会 大约新闻真正美之宫 陈敏雄依然报道